現在我們進到簡報第29頁之後 我們用遙控器來控制 那這個地方呢 你看我這邊有做幾個 有沒有 因為遙控器就像你現在看到右手邊這個 它有比較多的控制的按鈕 那你就可以做比較多的事情 比較多的事情 那現在呢 我們就來試看看 我這邊有做幾個 幾個 那我們先呢 到體驗板這邊 記得你要先停止 才可以切換這裡 你找到最下面是不是有個叫遙控器 把它按一下 這時候它就會把遙控器的這個介面載進來 那首先呢 你可以看到遙控器它不是只有上面 你往下捲 有沒有很多功能 對不對 那你用的遙控器 記得我們左手邊這邊 有沒有就變成遙控器的積木了 左下角這裡 好就變遙控器積木 現在呢 老師你可以把這些積木丟掉了 剛剛這些都可以丟掉了 那你要丟掉這個積木呢 有兩種方式 應該說三種嘛 往左邊丟 這樣是一種 第二個 按Delete 第三個 丟到垃圾桶 老師有沒有看到下面有個垃圾桶 因為有些同學堅持一定要看到垃圾桶打開的樣子 還有呢 這個垃圾桶也是跟 模擬器一點不一樣 因為模擬器的話 垃圾桶擺在右下角 但是呢 這個 體驗板跟雲端板 為了體諒大家 垃圾桶 丟掉 不要丟太遠 所以就放到左下角 這樣你比較好丟 那第二個就是說 您下面這裡 如果您覺得你的積木太小了 其實下面這邊有沒有放大跟縮小 你就不用放到網頁本身 就是直接用這個放大跟縮小就好 那要恢復標準的正常值就是中間那個點 OK 那我現在就保留我們剛剛的開發板 然後呢你的那個名稱 現在呢我們就把這個按一下囉 遙控器按一下 您看上面這邊 有沒有遙控器按哪一個資金什麼 對不對 你就把它拉出來吧 第一顆丟在這個裡面 好丟在這裡面 那你可以看到呢 按鍵有分三種狀態 有分三種狀態 放開我不用講 但是老師要先知道 點擊跟按下哪裡不一樣 有一點不一樣喔 點擊是按下後放開 這叫點擊 就是我們一般寫成叫click 那按下就是trace 按下不放 這叫按下 放開就放開 所以點擊等於是下面這兩個合起來 所以如果你按下不放開 不等同點擊 好這個要了解一下齁 那再來就是右手邊這裡 這裡就它全部的功能 就是您看到右手邊這個 積木的功能 好那要了解一下 第一顆 遠遠的那一顆不是0 是什麼 對對對電遠這一顆 而且我喜歡用遙控器 還有一個好處 它有個小螢幕可以顯示 所以你有一些資訊 就可以顯示在這裡 像我們剛剛那個燈泡 雖然你也可以看沒有錯 但是就是 你只能看到燈泡 而且單一功能嘛 對不對 那你有遙控器螢幕之後 我就可以做比較多 好那老師您的功課來了 您看一下我簡報上面的 我有做幾個 我有做按下去的時候 1 就 LED燈就狀態切換 有沒有 而且我多做一個 有沒有遙控器螢幕顯示 你家 這裡有沒有遙控器螢幕顯示什麼 這樣的話是比較人性一點 你比較知道說我現在的狀態啊 好就是說我現在到底是按了哪一個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在這邊 我先做一個 按了1 我就來開發發光元件這邊 LED燈 我來狀態切換 而且呢我要顯示在螢幕上 您記得如果是要動我們所謂的網頁互動這一區的 都是找誰 都是找左下角這個積木 因為這邊的積木控制的就是這一塊的呈現 所以像我的螢幕是在這一塊上面 我就要找這邊才有 這樣您了解了 控制真實的東西要找誰 是不是要找左手邊這邊的 好左手邊這個積木 上面的 好所以我要找到遙控器裡面的螢幕控制什麼 要顯示什麼 那顯示就是要顯示一個文字在上面 這時候就是程式的基本功能啊 那程式的基本功能就要找 左上角 有沒有找到基本功能 裡面因為一般寫程式一定會有邏輯判斷啊 有沒有文字啊變數那些功能 文字找到這裡就有一個空的字串 好空的字串我們就把它拉進來 那當然打字就沒問題 就看你要比如說按了一 我叫狀態切換 這樣 這樣老師第一個是不是就OK了 像這樣子 那麼我們在8個介面裡面 請問積木可不可以複製 都可以啊 我們Squatch也可以複製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寫好一個 我就按右鍵 點到這個積木按滑鼠的右鍵 其實你Ctrl加7 Ctrl加1也可以啊 按右鍵有沒有一個複製 這樣我就可以把我的這個積木複製一份 好複製一份之後我現在按 我如果是按下2 就開燈 放開就關燈 也可以對不對 這個我拿掉 這樣我找 我找LOT燈 開燈就是按 然後這裡就寫開燈 好然後我放開 你看我再複製一份 複製一份 複製一份 放開2 就是關燈 這樣 這樣OK嗎 我先做幾個 但是你可以多次 那你要閃爍啦 你可以加進去 再加進閃爍 那我就先執行一下囉 你看我先執行 好我們就來看這邊 我除了這個燈當然會亮以外 我按了這個 沒有 我是按1 抱歉 按1 是不是狀態切換 按2 按下不放 是不是亮 放開 關 所以我上面這邊 是不是一樣同步有顯示出來 這樣是相對比較人性一點 因為我可以看到我的裝置的狀態嘛 這樣會比較清楚 所以老師你先試看看